大家好,我是艾蜜蜜观 关注好剧一起来解析 春节廉价闹剧荒吗? 我精选了三部好剧,分享给大家 看之前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改编自韩国作家江志英的同名小说 为Disney Plus原创韩国剧集 找来鬼怪男神李东旭 及怪物新人金慧俊林贤主演 讲述独自抚养治安长大的叔叔郑靖弯湾 突然离世 还留下187亿的巨额遗产给他 来不及走出悲伤的他 发现有大量杀手向他袭来 是敌是友要看到最后才知道 四面楚歌的他借着叔叔曾说过的话 步步解除了各种危机 他该接下杀人者购物中心 还是逃离这一切展开新人生呢? 跟艺能一样采用倒序法 前三集在铺陈故事 熟直的感情 埋下许多伏笔 从第四集自然想要独立 变强跟挖掘叔叔真实身份开始就超精彩的 剧中的叔叔有够性感的 大小治安的演技也令人惊艳 把姓叔叔很可爱 惊险枪战 近身肉搏 琴拿 泰拳 等各种武打戏都帅爆 根本是电影规格啊 还有不少黑色幽默 精彩反击跟反转 都让人目不转睛 全剧共八集 非常好奇自然最终会如何选择 能否击退所有敌人 还有叔叔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 都让剧民们疯狂啊 喜欢动作武打 悬疑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哦 和我老公结婚吧 原本是超人气网络小说 改编成漫画 结果漫画爆红 又翻拍成电视剧 剧情讲述 矮默患者江志源 不独老公跟闺蜜偷情 甚至企图利用她的死 来骗取保险金 被害死之后 她竟然回到了十年前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重生的她决定要加倍奉还 展开复仇 将自己悲惨的命运 转给背叛她的闺蜜 主角跟配角群的演技精湛 复仇片段令人大呼过瘾 重生跟命运转移 宛如女生版的 裁罚家的小儿子 反转连连 目前Prime Video播至第十二集 连续刷新自身最高收视率 位居全韩国 同时段收视冠军 每集都有令人刷新三观 意想不到的狗血剧情 听说结局有可能会跟漫画不同 剧组杀青后还下达了风口令 让剧迷有够好奇最后的走向啊 夜晚盛开的花 李和妮继双重人生之后 又到古代开启双重宇宙啦 白天是守寡十五年 温婉又庭话的媳妇 晚上则变身为 劫富济贫 身手非凡的女侠客 在躲避被追捕的过程中 误打误撞之下 跟男主角结下不解之缘 古代人对寡妇的印象 就是应该要随丈夫死去 为丈夫守目守睁 多日不吃不喝 跳下悬崖 不能外出还只能穿束服 若不小心被陌生男子搂入怀里 就该被斩断双臂 还会被看作是客夫扫把心 但在这样的时代下 女主角只想好好活着 吃美食 用自己擅长的武艺 帮助需要的人 没料到婚礼当天 素未谋面的丈夫就意外离世了 李和妮真的超可爱的 我90%都在看她 好喜欢她跟男主角欢喜冤家跟粉红泡泡的片段 还有婆媳搞笑的互动 婆婆间暗潮汹涌的战争 铁汉门变恋爱脑等情节 搞笑同时也探讨了古代女性的困境 虐童 家暴 人口贩卖等议题 目前播到第八集 新角色加入 男女主角的家门之谜即将被解开 让剧情更精彩了 这部李和妮产后回归之作 结合精彩武打 爆笑 女性解放 浪漫爱情等元素 舒适率一度飙到14.7% 拿下同时段冠军 分享给喜欢看古装爱情喜剧的朋友们哦 追完这三部剧之后觉得还看不够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的2023Top7爱剧哦 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近期你最喜欢的剧 我们一起讨论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解析哦